羅古軒添加上翔士憲瑞熱鬧的開場 是為了歡慶學校的敬業大樓落成啟用 緊接著台中市副市長蔡秉坤 以及地方等多位代表道場進行剪彩儀式 落成啟用 校運穿樓 請剪彩 敬業樓落成啟用 我相信也為十二年國教 又一個很好的準備跟開始 所以在這邊特別要表達對學校的一個祝賀 我們這棟敬業大樓建築面積是4200坪 一萬三千坪公尺 總共投資的是兩億五千萬 加上周邊的設備未來會投入三到四億的經費 相信對我們自用的競爭力應該有所提升 投入兩億五千萬元歷經將近兩年的時間興建 大甲之用高中敬業大樓終於誕生 25號這天 校方也藉由學校51週年校慶活動 同時舉辦教學大樓落成啟用典禮 感謝各界鄉挺讓大樓順利落成 非常歡迎各有校各個地方人士給我們學校的支持 讓我們自用高中能夠在這個地方能夠有這麼樣伴學的成績 也感謝過去對我們的支持 更希望地方可以積極的協助支持 能夠培育更多優秀的人才為國家來貢獻 為社會來付出 校方也表示地上八層樓高的敬業樓 未來這裡將作為多功能用途 提供教師辦公場所或是學生實習表演等場地 讓學校師生都能有更好的教學環境 就網上去台中採訪報導